走走走,这个烟火快死了,你看,他快死了,死,啊,麒麟米香村,怎么是麒麟的了,明明是我们把他们击杀了呀,麒麟好像也快死了,麒麟也快死了,无敌,找一个,能不能抢下,啊,是我的了,是我的,三血,两血,一血,过来,OK,抢了Boss了,好极限,看我血量马上没了,如果我这里血量没有的话,这Boss规矩就是他们的,好,哇,鼓掌,哇,太开心了,今天下午,非常,呃, 遗憾的一点,就是同样有一场如此精彩的比赛,最后两血的时候,神度和我把Boss抢了,当时耶某,呃,龙行,麒麟,呃,这个,紧,紧什么,他们全都在,数价,刚才给什么,其实无所谓,主要是我们抢到了这个Boss,就很舒服,非常舒服,耶某那里,哎,你说,如果耶某那里,我们,呃,把他打死了,然后是我的归属,很可能我扛不住,继续打,做活动啊,九点活动啊,照几下,好的,有人指挥了,哇,现在有人指挥了, 就不用我,完全操心了呀,这几个Boss一下就死了,我和贝贝一来,这Boss瞬间就,掉血掉,超级快啊,我和神度有点像梅河去的龙行和麒麟,有点像,好,去第二层,主要贝贝打的伤害高,贝贝打谁伤害都贼高,刚才真的是戚战巧合,刚好,麒麟,水量也不多,我们有,那么一点时间差,可以把他杀了, 然后我再拿一个这个Boss归属,或者神度拿一个Boss归属,都很好,你看这里,刚才其实体现到我这个肉的这个特点,我刚刚那个肉啊,我是3150万血量,如果我刚才没有3150万血量,我早死了,如果我刚才,即便是2000万血量,我都死了,我就扛不住,没有没有,这个天下第一不是的,净哥的这个天下第一是钱得到的,然后现在是不是OK了,可以前往二层了,天下第一有点刺眼,这里看一看有没有敌人, 我们有可能会在天地界二层遇到燕某他们,如果遇到的话,我们就去不了第三层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遇到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第三层被好好的残杀,待会儿到第三层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在第三层遇到他们,我们直接切换输出模式,然后揍他们,杀他们小号,这里我直接可以切换输出模式了呀,诶,风月无边,他们也在的,那我们进不去了,我们只能在待会儿, 这个射魂鬼王这里,杀他们的片甲不留,诶,击败了野某,野某也在这儿,哇,这Boss感觉是我们的耶,另外一边羊是49%,这边是56%,都差不多,我们好像可以的,我们现在优先设置,打Boss我觉得会好一些,主要吃药的话,千辛鹿,增加这雪池,我们去买点养性鹿,这雪池它会自己补满的,血量低于50%的时候自动使用,低于90%的时候就开始使用吧,没问题, 打了半天输出,没了呀,OK,哇,有点问题了,问题来了,问题来了,有可能会被他们超过,这Boss还剩40%,我需要手动操作一波,这Boss在这里,围绕Boss去打,哇,我这个肩被定住了,不要死,哇,这风月有点厉害的,两个天下第一,我又死了,这个野某伤害是真的高,把野某杀了,我觉得我们就有戏了,如果野某杀不了,就不行, 我感觉我需要更肉一些,我刚才,要是更肉一些就好了,我其实打不出什么输出来的,这里我就应该换另外一个,没有了,可惜,风月无边,打到了他,最终手里我们去打一打,是的,我们插旗,揍一揍他们,只能这样了,然后第三层我们就去不了了,打怪没有用,得杀人,呃,也是,我刚刚调输出模式,我应该杀人的,可惜,我这个角色输出也不是很高,我应该清除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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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来吧,来吧,骑字,来,好好的插旗子,随风,发起了邀请,战旗,插一个,来,手操一下,这里看一下能来多少连杀, 其实这里就差很多了,因为他们两拨人在一起了,我们其实,刚才就差了一点,啊,死掉了,哦,俊哥这个战旗,一千次,我的天, 大家都英勇一场,你看,贝贝杀了龙行,击败了那么多人,五连胜,六连胜,我要有个大招就十连胜了,有烟猫在,我就只能十连胜,这个就是,呃,但是我如果不去绕着这个boss打的话,应该就没问题,又先选人,好的,刮鸡,又先选人,要肉不肉,要攻击不攻击,主要是我现在战力有点差距的,不然能扛住烟猫的话就爽了,来,很粗的一管,嘿,啊,只杀了两个人, 这个输出,嗯,其实我们输出有他们三之二那么多,但是死的人很多,他们杀了我们很多人,所以我们就输出只有四千万,谁叫妄图去设置一下,按在地上狠狠摩擦,啊,反正这个boss我们很快就结束了,我们抢不到我们就进不了第三层,这些所有boss我们一个都没有拿到第二层了,还是挺糟心的呀, 以后再遇到这个样的活动的话,第二层的boss也不怎么好抢了,因为他们就会进步,你知道吧,来,发生了,人气掉的有点快,主要是现在不够肉了,我现在是想要变成这个输出状态,这又是bug了,我已经复活了,但是我点太快了,换职业,现在换职业来得及吗, 而且我这个职业在有的时候是很厉害的,像是刚才抢boss,就是因为我这个职业我才抢到了boss,不然我刚才就拱手让人了,快拉人,也拉不着人,小欧这两天一直在拉人,拉不着人的,大家的建议改不了什么,改,不,你们的建议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我这里死那么快,我是,这个输出流的话是有一千八百万的血量的,他可能没有那么的肉,但是他已经也很肉了,被打到只剩十分之一的输出了,就挨打,来, 试一下,我试一下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流派 好,切完了流派,过来揍一下,看这个流派揍人能不能来个实杀,好吧,现在我就肉了不少,我这个无敌技能的CD也会减了六秒钟,而且我血量也增加了一千三百万,但是杀人你看就变得有些慢,有些慢了,我刚才这样的话就已经实杀了,三千万血量也不够,也扛不住,就是最后你们会发现,即便换了职业, 有可能更菜,而且连抢boss我都抢不着了,就是会,什么都没有,你看我这儿人还是不少的,只是说他们中间战里有很多,把他们小号都杀完了,只能这样了,已经击败了,然后这个活动就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了,我们只能什么,我们只能看一会儿的活动了,一会儿看我,君哥,神兔,我们组一个组合,现在可以跳出,点离开就可以了,因为再杀没有意义,就让他们随便来了,我现在, 去做一下这个副本,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武林大会,刚才被耶某做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武林大会上面可以再做一下这个耶某,上次我们没有打过他们,就是因为神兔和耶某差距又有点大,但是这次神兔可以打过耶某了,我又很肉又能扛,对吧,我就进去打一打,我觉得龙心打我不痛,我就可以使劲地骚扰耶某,应该是这次有很大的概率可以打赢的,所以大家绝点慢,记得要来,这五到二,邀请入队,打下, 结婚的副本,结婚副本里面就宝盒,哦,对方没有了,我买一个,这里充30块钱,哦,这里要充个128,因为我明天下午打罗兰Boss也需要一些棋子的, 他们直接杀神兔我就完了,我去保护神兔呀,我可以控制一下,然后只要我站在,呃,神兔和他们中间,我就能扛很多的输出,特别是普攻,他们就打不到,买下给物料2,OK,然后现在来刷这个副本,把13枝高战拿过来,13枝高战现在跟不上你的这个节奏呀, 不够看,哇,昨天更新了五个视频,今天更新了三个还不够看,没有办法,我已经,用尽我全部力量,使出我洪荒之力的,到时候离婚,我这个战力会不会掉呀,我很担心这个东西,都是天下神兔,最后杀我,我知道,我就和神兔站一起,然后分担一下这个伤害,就是这样一个思路,没有问题的,而且神兔他会走位的,对吧,我本身有一小个控制技能,然后帮他挡一挡这个输出, 这游戏又不是只有元素攻击,但是元素攻击是,感觉上了,站了大,大头,就很,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很大一部分输出,都是归功于这个元素的输出,呃,对,人家无视我,但是,我站在那,他普攻,不一定能打到神兔,我只要站在他和神兔之间,好吧,待会就看一下,其实走位怎么样走,完事了,冲了,今天,冲了,多少钱,应该是18万4千,再过几天,就冲了20万了, 不着急,好,开始匹配,买买次数,我们大概率会匹配到燕猫,四千三百积分,你看我们这个第二第三的,我今天应该是可以超过锦西和龙行,啊,除非我们能打赢龙行和燕猫啊,小洛洛死去吧,两胜,我这么个破大招,现在还抢到了两个人头,我这大招是有延迟的, 西西龙,哇,冲哥杀了两个,吃他们的分,是仅次于吃那些人的分的, 虚幻公子,你好呀,戳你,啊,来打两个人,别打我冲哥,来,起身上减伤,你看我这个肉的, 他就没了想法,我就应该站在敌人和贝贝之间,哇,加了三十七积分,我积分是加的是最多的, 我们先匹配不到,应该就是他不打了,但是也没有匹配到龙行,这怎么回事,啊,只有一个人, 那两个人都逃了,用我们结束的时候,记得看一下他们这个积分有没有变, 压运这个手机座,压运下午五点到六点也有双倍的, 这个,都不用尽力打的,抓迷藏,那得要可以隐身的才行,又吃他们分了, 见识一下我的这个新药神号的威力,军哥有点脆, 但军哥这个输出是不俗的,他必须是输出型技能,输出型的英雄, 这个蝴蝶刚才没有看到,我就挡在他和贝贝中间,再拉出来才打, 我打出七百万输出,你看我其实,我其实这个军哥的输出好像真的有点跟不上, 找找红色的宝箱,现在是神兔带着我们,神兔,说真的,如果只有我和他的话,我觉得应该找他聊一聊,问问他, 他还想继续冲险吗,因为现在我们境况不一样了,是挨揍的, 现在他最想,他其实已经完成他这个使命了,他的使命就是跟上这个巨猫, 能够,不是,跟上这个烟猫,能够把这个烟猫好好揍一下,对吧, 这个就OK,现在就看我们俩了,刚好这个游戏也是三人型, 像是这样的活动,好多三人三人的,其实三个人很关键的, 哇,那个人还开了一个无敌,我的天, 现在我觉得如果我们三个真的,比第四名开始,比奇灵龙行高个两千万战力, 然后我们三个和烟猫差不多,还真的能打,诶,又是紧细的,神兔不是米可,米可是男生,神兔是女孩子, 他如果这个技能不是手动释放,智能施法的话,只要我和这个神兔的这个身位站开一点点, 你看,我不是站到他们绝对的中间,我是站在侧面一点, 他这样的普攻技能,你看,打的就是我,我就在这疯狂扛输出,你知道吧, 他就根本打不着这个神兔子贝贝,然后他这个技能, 哎,贝贝,你离远一点啊,你这样我怎么,哎,其实无所谓,这里无所谓,就是我这样能够很好的分担很多很多的这个伤害的, 4309,3646,这龙行烟猫都不排位的吗,是吧被揍是不是,他们这个积分都没有长大, 我觉得我这个游戏,这个角色这个辅助真的没有打够,我想要再试一试, 这个是在5033的时候,我能够分担很多很多的输出的, 诶,我以前还玩了一个什么,就是,去长安城最高的地方, 哇,来了,最后一把,比较到烟猫龙行,来,拉扯一下,聚哥在这儿, 看下位置,我不用输出的,我站在这儿,烟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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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得好快,烟猫跑得好快,烟猫跑得好快,烟猫它是那个很灵活的,我应该稍微打点输出是不是, 烟猫跑得好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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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猫跑 我真的很肉 但是 对 耶某他那个太灵活了 他那个走位就是玄珠 差距已经不会很大了 上次我们被这个耶某制裁的很厉害 但这一次已经好很多了 神兔直接冲了进去 也许多给几次机会会更好一些 啊 好的 虽然积分被扣了24分 但是问题不大 我们有机会上前次可以吗 其实我要求不高的 我可以保护的 我就是分担伤害的 但是这个耶某走太快了 我跟不上 我应该把那个 冲刺的技能留着的 然后这个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朋友爆 我们现在是排名第四名 我今天不知道 龙行他 今天晚上等着活动结束之前 会不会再嗑一遍 我肉有个鸟用 他们知道谁输出高 这个贝贝输出很高的 但如果我不肉 如果我坏了另外一个 我其实也早死了 准奶妈估计有搞头 奶妈加不了多少血 奶妈是持续作战 但是这个大家都 大家大家都留着的 你加入我都要血 我要是输出 耶某就死了 不是的不是的 耶某那个血量 我打他一格都打不掉 我 我不是挡 我要黏着 黏着的话 很可能就挡不了 他那些普通攻击的 好 今天就真的到这里了 明天我们 晚上7点 注意事件 拜拜